幸福好时光 你今天心情好吗 要感谢大家的爱戴 还有昨天的记者 记性骚扰新闻之后 很努力的看出了我的新闻 说吴淡如被呛 是过气的什么老艺人 于是霸气回应 然后取得很好的podcast的成绩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宣传 那个podcast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800万人 对于人生实用商学院的下载 当然它就是一种 手机上的广播电台的方式 最近我把 因为我家自己的小孩 说真的 他念森林小学 国文没有课本 课本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而是你小时候 学校要他做的语文练习 实在不多 因为最近我带他去某一个地方 参加一个 他说自己想参加考试 结果他看到一张考卷 整个给我交白卷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有练习过 问题与答案 问题怎么写答案 所以这是需要练习的 那因为学校没有考试 他就没有练习 我才惊觉说 我这个问题很严重 而且你写的字 写的多 当然未必表示你很聪明 但是中文字是这样 你只要写的少 就表示你一定不会 因为中文字这个像型文字是需要很多很多练习 那么有一个朋友也说得很好 他说他观察所有的人的中文跟英文 那些像我们这种都是 你知道现在他才小六嘛 其实我是什么时候学英文 是国中一年级才学 我们这个年代都是一年级才学 可是还有人还是一样 可以念到哈佛大学的英文的博士 那英文这个东西很妙 只要你有环境 或突然有了这个接触的话 你想要变得很好很容易 可是我老实说 中文的确是像那个朋友观察的 如果你小时候不好 你长大之后不可能好 你看到成语会害怕 因为中文的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语文 那大概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把西游记 就是这个我们资资线上厅有的 就是把它放变成免付费 那我在调查一个 到底这两个之间付费 与免付费的互动在哪里 那我今天早上就去问 这个资资线上厅的执行长 他就说我们这个月 这个礼拜生意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耐心去听免费的西游记的人 就因为一次真的抱歉 我们的版权的问题 我只能有播放单集的权利 所以呢 大家就跑到了资资线上厅去 订购所有的一整集 也就是 其实大家真的是可以听免费的 就是耐心就好 他跟广播一样就是免费 可是如果是一整集 因为人家有录音成本 那当然了 也有很多 感谢很多大爷 这大爷就是有钱 不要听免费不要等下去 然后在那个 过年塞车的时候 有人是这样告诉我 他说你怎么不播快一点 我说我没有权利播快啊 那他呢 他们就赶快就到 这支线上厅去看了 好那么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有一点悲伤的故事 就是一个朋友的回复 有一次我跟田定峰吧 在讲 就是如果父母情绪不成熟 你被情绪不成熟的父母 生到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是很惨烈的 我记得 有时候在公共媒体不能吐真言 但是在自己的podcast 我会讲一些真话 那我就说 其实我小时候的惶恐就是 我从小学六年级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是个过度敏感的孩子 然后我妈妈可能当时 跟我们整个家庭不是很愉快 他就在我耳朵旁边讲说 我跟你讲 有一天呢 我会引爆那个瓦斯 他拿那社会新闻给我看 真是要命啊 我从小就很适智呢 然后他说 我会引爆瓦斯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归于尽 他有时候是一个 曾经他现在过世了 我才能把这件事讲出来 他是一个会用那种 很极端用词的人 所以这个导致后面 我的反向认同是 我一直变成一个 慈母多败儿那种慈母 我不太敢管小孩 但是最近我也慢慢觉得 他长大了 然后可以加强语文能力了 所以我真的有在管 但他基本上是一个 很有礼貌的孩子 因为他在一个 比较充满爱的家庭长大 那我六岁就听到说 我要引爆这个瓦斯 让你们同归于尽 因为他那时候跟我 我们家原生家庭 可能闹得不太愉快 那自然有他的原因 我后来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我说过 我有一次对我们家的 那个家室的阿姨 我发过一个很大的脾气 我自己后来觉得 我是莫名其妙 单情有可原 因为他为了台风 或什么帮我寻房子 就把瓦斯就是 你知道我们那个瓦斯 应该是有个大窗户 可是如果你关起来 我的瓦斯就会变成室内 那他就把那个窗户 就关起来 然后把瓦斯炉也都关起来 为了怕风跟雨渗进来 我就发了一个很大的脾气 后来我终于想起 我六年级这件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每天都在看 那个瓦斯的开关 是不是打开 因为打开 或那个煤气会露出来 会把我们全家弄死 所以我每天没事 我就会瞄那个瓦斯开关 你看一个孩子的阴影 你看一直到人生过了一半以上 把我的瓦斯 就窗户都关起来 我还是有那种瓦斯会中毒 会被人家引爆的 那种阴影存在 那么我在那个里面说的 这个跟田定峰 因为他也是一个 交报家庭出生的小孩 然后我说了这个故事之后 Podcast里面有一个 在我的FD里面 有一个妈妈 她说 以前小时候爸妈吵架完 妈妈总是吵着 要带我们离开这世界 你看看 同样的阴影 然后她说 记得有一次 半夜睡觉睡到一半 把我和弟弟叫起来 妈妈叫我们到厨房 看到他倒一杯绿色的盐酸 她说就是那个杏仁味很重的那一种 哎呀我的妈 这样谁敢喝杏仁啊 那个其实是化学杏仁 真的杏仁不会有这种杏仁味 不然你问有其田就知道了 那个杏仁味很重 那个是表示杏仁精 她要我们喝下去 然后她告诉我说 姐姐先喝 我说我不要 然后弟弟 那你先喝 弟弟也不要 最后呢 她说 我跟我妈说 明天要月考了 我们现在要上去睡觉 你不要闹了 然后我就把她那个盐酸 倒进马桶 冲洗干净 带着弟弟上楼 隔天妈妈也好像没事一样 跟我们说话 你看大神真是不会道歉 哎呀 我跟我的小孩说 我们还能够这么乐观 真是不简单啊 这位朋友 我真的给你拍拍手 的确你要这么乐观 很不简单 那基本上呢 情绪不成熟的父母就这样 很多人很爱告诉你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那我问你 请问蓝迪基金会 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 收容制 他们是政府收容的小孩 也就是他们的家庭 被耻夺侵权了 为什么 也就是其实很多人 尤其 我想最可恶的大人 就是去欺负小孩 因为他没有反击能力 你有办法 你就去呛大哥啊 呛黑道啊 来啊 对不对 但是你去对付小孩 或者是去告诉他说 哎我现在活得不高兴 我要把你带走 我觉得这真的是 人类行为中 最恶之的行为 不管是怎样 所以 就是好像就是 前不久有人在 为这个一个妈妈 什么带走两个小孩啊 把两个小孩弄走 然后他自己活着 然后再帮他说话 你看我没有声音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不喜欢卷入社会的漩涡 可是我一定要告诉你 任何母亲 最大的美德 就是让他的孩子活着 最大的恶德 就是不管你遭遇任何痛苦 你杀了你的孩子 这是我自己一直的坚持 你不知道你一点点行为 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 那什么叫做情绪不成熟的父母呢 那个雪星帮我找出一篇文章 哎呀 原来我 原来我这个 2020年6月 我就写过这篇文章 我自己不知道 也就是 有九项标准 可以判断 谁是情绪不成熟的父母 请我们自己检视一下 不管你平常对小孩多好 但你只要有一个过激行为 我可以很清楚的说 你心里一定有阴影 第一就是 爸妈对小事反应过度 第二 这样的父母对孩子的感受 缺乏同理心 只担心别人怎样看我 完全不担心别人怎么样 看孩子或孩子心里怎么想 今天请到的是淘宛老师 淘宛老师你好 他投资写了39年 他长得非常性格 他长得很像港星 到底他们说你是谁 很像对不对 你很像那个港星里面 常出现的赌场大痕 就这样 好这是2020开财运赚大钱 这淘宛老师刚刚一来的时候 有赞美了我一下 你再讲一次赶快 其实那不叫赞美 那是因为真的让人感动 因为我对三国演义 本来就是非常的融入 可是我听到有一个人 把三国演义讲成这样子 然后讲的很生活 讲的简直我那个听了入神的感觉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迷路 才进入这个线上听这个频道 原来你有订购 那个资资线上的三国演义 我后来才订购的 原来是听免费的 其实我当时有深吸一口气说 你有看到就大陆很多人在讲三国 可是因为他们都是考据出身 有时候那个考据会打断了故事的流畅性 然后他们都是男生 从来没有女人在讲三国 真的讲的让我们觉得这个能够生活化 我这重点是因为我听的入神 然后把这个然后再省思 然后在生活上的对策是什么 然后再听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时候下一个这个主人 剧中的主人他大概用什么对策 可是有时候你会跳开 跳开之后 我不觉得那是断了 我觉得我的故事还在那边等着 我会跳开说 我告诉你这件事不能做 可是我的故事还在等着 我心不会被跳开 回来的时候我都延续回开 我没有跳很久 因为我的主轴会回来 过你延续性的 那是延续性的 而且就是把故事讲完整 不然大家现在都只能在电玩里面 只知道谁是谁 但整个故事其实都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过讨文老师你说的在等金平梅 对对对 我说金平梅这样子看着让人家兴奋的 是不是看起来有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金平梅我说真的 也还是以前这个说书也一定是男人讲的 对不对 因为里面真的蛮心三色的 这个我正在考虑这种心三色 到底可不可以在别的地方播放 不过智智线上厅刚刚有 上个月 哇太棒了 对其实不会啦 我录起来你也知道不太可能色情 对 但是还是要烧到氧畜 我真的蛮期待的 那你怎么呈现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那个 我还没有听就是 好没有 我只是很高兴的说 我虽然拿来单集播放 希望让大家的这个整体国文程度 会对古典小说的了解有变好 但是反而这个知识线上听他们说这个上礼拜行李紧厚 因为没有耐心这个一集一集听的全部都到他那去了 本来就是一个消费市场的风格 而且现在这个疫情时间 我们讲说尤其在我在坐捷运的时候就挂起来就听 那甚至我在开车也在听 其实哇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另外一种学习 我讲要讲的是人生学习 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对的 其实我也一直都在学习 你看我现在还在念那个历史博士的班一年级 就算是线上真的很困难 可是也还是在努力着 我觉得努力着最重要 而不是动不动去挡别人 就是很多人的努力的方向是错误的 有时像网路酸民 他就先把你挡住然后希望让把你喝止 让你心里难过 然后你就不会前进 那你自己一直在挡别人 你也没前进啊 对 是不是 我想这也是易经的道理 其实我在当这个 所谓人家称我命理老师 那你会写这本开车赚到钱这本书 其实我在易经的领域里头 其实跟但如报告跟你分享 其实我在心灵 所谓的叫做心理学的领域 我琢磨很深 是我知道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牛年 因为你这个开大运 开财运赚大钱 这是时报出版的 它的里面的内容 跟一般的这个 到过年 那个命理师出的不太一样 因为他主要还是在讲投资 那我们两个痛应该会合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 其实今年很夯啦 那在吴旦如看来就是 因为美国一直在印钞票 现在钞票是很多 然后这个摘经纪也一定会好 那么2021年我看你的书 敢这样预言的人一定要有所本 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虽然是中文研究所毕业的 四书五经我都读过 我最差的就是易经 因为我脑不行 没天机你知道 其实易经你如果让你来说 应该也可以说的一个很棒的 因为易经就生活 对你自己说 你要不要在资资线上听 开一个易经讲座 易经生活 等一下马上帮你介绍 你很适合 易经与经济的关系 从64挂讲经济 太好了 对 你看我是有读过 但是我没sense 好那国运经济与台股趋势 这个很好笑 竟然敢写在书里白纸黑字 其实这个胆子要很大 你说台股的高点 落在第一第四季 出现急错的几率不大 来怎么说呢 你说吗 因为今年沾的挂叫做三天大序 我们三天大序 每一个易经 其实他每一个挂都有故事背景 其实易经就是讲的 说是山川 然后这个日月 这种一种 我们讲一个大自然的景象 我们讲三天大序 三在天的上头 所以三比天还要高 所以你想想这个疫情 我就讲那个一个圆层 然后三在上头 也就是说在当官道 只要看到这个光 序就是序基那个序 序大大的序量 我可以帮你解释一下 当助教 因为我勉强读过六四光 所以这是有能量的 三比天高 对这是有能量的 所以我在 虽然我在本 开运赚拿钱这本书 在9月20号就解稿 所以第四季还没开始 但第一季的确是挺好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去我们讲说 如果那个时候的氛围是大家都看坏明年 没有人任何能看好 但是我觉得2021就是明年 就是2021来讲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 其实我从经济面 我也是看好2021 因为请问现在大家找不到解决方法 为了纾困只好印钞印钞再印钞 而且最近我发现日本也在印了 好那么欧盟也在印 那现在请问大家都在印 这场面怎么收拾 人类还没有收拾他的经验 那可见财钱一直溢出来 还是今年的主轴 所以三天大虚挂就有另外一个层次 什么层次 见好变收 因为山是停在那边的 那他有一定有一个高度 最高的山还是有一个高度 我同意 这从易经的挂来 等一下慢慢的来解释 这个挂项 很有趣哦 好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时报出版的2021开财运赚大钱 这个陶温老师呢 他这个还蛮感的 先介绍一下陶温老师好了 他其实研究这个易经 超过40年对不对 他是一直在工商时报的周日版 一周股市先探的股市皇帝 还有Money杂志的易经论股 已经写了N年了 说不清楚了 对不对 39年 39年对 所以他是台湾的易经财经专家 那他在去年9月完稿的书里面 说高点会在一世纪 出现急错几率不大 这个话好像有点语病 那意思就是说二三纪 又急错几率不大 但高点又在一世纪 那二三纪呢 所谓的急错 其实就是一种挫败 一种崩盘的意思 就像那种黑天鹅崩盘 像今年三月这种 不大 为什么不大原因 因为是三天大区底下 那是一个天 天顶在那里 其实天代表是什么 代表法人 代表外资 或者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策 牵挂 就代表牵挂 就是说印钞票 也是牵挂里面的氛围之一 所以他急错的几率不大 一直就因为疫情的紧张之下 各国的振兴经济的力量都 就没办法 人类那个对抗力量是出来的 那就撑住了经济市场的蓬勃 不过还是要讲 这个挂不是叫你去最高 对但是你说这样嘛 高点在一世纪 那从逻辑上来讲 二三纪虽然不会急错 但是那个起起伏伏 或者是修养生息 是一定有的吗 一定会有的 所以今年应该最好用区间 或者个股操作 现在很多人都在 我看大家都在迷台积电 因为他的确是从 户国神山 然后二十几两百多块 然后到六百多块 前不久跌到五九一 然后大家就疯狂在进去买 我认为今年的波段 大概都会这样 一跌可能跌个十%好了 可是大家再进去把它拱起来 所以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 像某些户国类的股票的话 只要一下降 你都要有机会 至少你到第四季还看好 你要射妥区间 射妥区间 那第四季的高点 不会比第一季要高 那你就不是说第一季 现在第一季 你快要到尾身 第一季的高点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现在其实很高了 个股都在高点 有美股有没有 我说他们真是一个很奇妙的状况 经济力 然后经济越惨 然后股市越高 是啊 这就是因为热钱或者钱挂的因素 在这里 那如果现在很多人问说 桃文老师 现在大家好像储房子 我一直觉得现在大家去买房子 是因为钱多的人在寻求保值之道 是不是 那大家是不是也这时候 要买个投资屋或什么 从易经来看如何呢 其实对房地产呢 我琢磨非常的深 我相信 我在三年前我就预测房地产在这两年 就是去年会进到谷底 所以当然跟你报告 就是我自己在前年我就进场换屋 从蛋白到蛋黄 从小房子到大房子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进场辜负 对不起自己 你下次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交换line 你下次告诉我 我是没有换屋 因为我住在那老房子 我死也不肯搬走 你看有人对房子迷恋 自己家里迷恋很深 但是我买了办公室 那就是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人生 其实最幸福的人生 就不断要提升自己的那种 所谓的品位 或者生活的一种格局 其实我是知道钱会变很薄 对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今年来说 我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值得进场的时候 那你进场 但是你要有所需求 不是说你为了进场而进场 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正好你也想换屋 正好你也想这个买房子 你不要自己又去买个度假屋 一点生产的 真的不对 这个完全不对 而且因为我们觉得 我这个房子在2021年 这个房地产的话 我的挂箱叫雷水姐 解就是解放的意思 那雷代表一个生命的树木 从这个阴暗的水里面 把再解放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往上 今年这个往上的趋势 是不可能被因为打防而停止的 不可能 其实对疫经我很没有sense 但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要看它好挂坏挂 也很简单 你看那个雷跟水 就差不多同一类的 就是会互相生 互相生 又打下雨 常打雷一起的嘛 那后面有个解字 就表示这四个好挂 对不对 不过值得分享就是说 虽然是解挂 但是你要知道说 你沾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一体两面 如果今天是解放自己 就像你要减肥 你再解放自己 那就 所以如果减肥 去抽挂 然后抽到雷水姐 哇塞 那就很讨厌 那就麻烦了 体重就开始解放了 对就是没有一个挂 永远 对某一件事情 永远好的 那这个你说台湾国运 在你这本 这次时报出版的 2021开财运赚大钱 山水蒙是2021的国运的挂象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蒙字听起来不好 蒙在头里 蒙就有一个解释 一个是蒙壁 一个是启蒙 所以一体两面 山水蒙 山底下冒出一个水 但是泉水 这个泉水到底是 非常清新的泉水 还是这个泉水根本冒不出来 是被山盖在底下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台湾国运 这个策略可能会改悬议策 又会改变策略 你看我们讲 也就现实角度来讲 改悬议策很可怕 就是类似 我们讲说一定是 你像国际的 我们目前来讲也不忌讳 国际的 我们过去在美国的总统里面 压盘也压错了 那你要改变 要改变 这个是我就意经角度来谈 不谈政治 没有任何政治的意思在里头 但是 山水蒙冠 你做对了你就是启蒙 你做不对就被蒙蔽 那最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 如果国家小 真的却好不要赌一边 对啦 我们要很小声的讲嘛 很小声的讲啊 我是从策略上来讲 对啦 不是说跟我也不喜欢讲政治啊 其实意经就是策略学 对不对 你看意经当时 比如说什么战国有七雄 对不对 春秋有五霸 我问你 如果你是挤在中间那个小国家 现在是怎样 能够赌其中一个吗 当然不行 那两个都想吃掉你哦 对不对 所以这就策略啊 所以就要听您的这个三国 你不要这样子 我下次下次我来录个什么 来邀请您在里面 做意经讲解好了 好那有什么东西 从意经来看 有什么东西是有利可图 可以长期投资 或有什么可以观察 比较妙的呢 其实长期投资的是 我想电子股 只有讲说 我除了写意经之外 我还关心茶项 因为你都在工商时报之类的 签杂字写嘛 对最主要讲关心茶项 是真的是 幸福好时光 来我们来谈谈2021年的 比如说这个火天大友挂 雷天大壮 其实我觉得你抽的牌都挺好的 大友大壮 听起来都是不错的 大致上来说不错 其实这个挂是怎样 因为火天大友 是火在天的上头 其实这个已经 这个易经挂很好玩 就是说当你看到 很漂亮的挂的时候 你那个漂亮的挂 你直接觉得是漂亮的挂的时候 那大概就是一个 一个那个程度了啦 你再好的话就是 也就这样子了 就是就算这个火天大 有听起来很好 可是那个也是代表 高峰在那里 对都在那里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挂叫做 火水未济挂 火水在底下嘛 本来就这样 未济就是 还没有任何的一个融合的感觉 反正那个挂 反而是会 那个挂是一个 反而是一个 火水未济挂 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挂 因为我有未来 所以我记记挂是 第63挂是最好的挂项 最好的挂项 反而是一个 就是非常水乳交融了 我说易经研究易经 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解释它 就是说其实叫做机会 所以你沾到不好的挂 是你的机会 如果说我们再讲说 在2021的投资 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谈叫做天象 其实天象就七正四于 古中国的一个感高大的智慧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2020年12月19号 那天就是沐星跟土星是最接近 因为他们每20年会接近一次 可是这么接近是400年才 上一次在400年前 1623年 我记得是在那个时候 也就汤若旺到了北京那一个时候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因为又在宝瓶座 其实在对电子股贵 高科技股来讲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将来高科技或电子 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个突破不是只有在高科技 而是真的融入在生活里头 因为宝瓶座本来就是一个 改变现状的一个星座 那所以要投什么 投资 我觉得你电子股可以投资 但是电子股投资 你可以投资跟生活有关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最夯的 就是车用电子 以后你买车子 不是在买车子 你就像买手机一样 我前不久就在讲特斯套 我说其实它概念叫行动的手机 对行动的 所以另外就是说你以后穿戴概念股 就是穿戴的穿戴型的 你检测你的健康 或者是对你生活更方便的 那甚至于云端概念股 或者是说现在宅经济很夯嘛 以后其实以后全世界 叫世界地球村 其实透过电子股是可以办得到的 对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就可以 还有电池 也是电池方面也是非常行 那反而最近我们看到 镜头的部分反而最近不容易被 被忽略了 所以镜头那一家公司一直跌跌 腰斩还在 好像目前为止 好像有一些些修正 你都大力光吗 但是我们可以讲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猜测 对对 不过它有很多原因 就好像你说盛极而衰 它也面临了一个这个转折的原因 大家可以去看商业周刊 大概市场在变 市场也在变 所以当资金在游走的时候就在变 或者是说某一些法令的关系 当你变到 就是说你跟着的那一个东西 变得无限大的时候 那一定会有政府 或用什么方法来制裁 你就会跟着倒霉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 可以自己站一下挂 所以你这里讲的 最比较残酷的一件事情 什么都很好 可是你说利多是在2021年的冬天 就是今天大家起起 今年大家起起落落 心安 黑天鹅可能不会来 可是最高点 不是春天就是冬天 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欺负 尤其是在第二季跟第三季的时候 我想这个时候应该大家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不要一直最高 所以股票就是今年来讲 就是区间操作就好 房地产或者船产 概念股会比较容易 比较稳定的发展 你这样央行会不高兴 人家在打房 我觉得央行打房 并没有打一些老百姓在换房子 没错 他只是打在投机 或者是那种投机客 我想投机客 事实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不知道下一个对策是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最起码 我们还是尊重央行的决策 是是 我要替这个 我不是在替建商讲话 也不是在替投机客讲话 但是一定要提醒各位 现在房子涨是全世界现象 那为什么 答案就是有人印太多钞票 对对对 大家怕通膨 然后黄金涨 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 大家不希望辛苦赚来的钱 就这样子被你稀释掉 拜登上场 每个人在花两千块美金 你美国人很高兴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为他们觉得太高兴 好那什么叫做易经的 比如说以今年而言 叫顺势而为呢 你的书里面 这个第39页 就是说 美国维持零利率 那我们从这个易经的观点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顺势就是 我们讲说 比如说刚刚 你讲的是 就是说我们在印钞票 这个时候热钱 而且热钱派对根本没有结束 所以你凭什么去看空它 这叫做顺势 很多时候你借势 借势 然后顺势 这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你没有必要去逆势操作 所以我讲的顺势 其实顺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势 我有一个担忧 有一天就大家拼命印 你印我也印 美国印日本印欧洲印 那我们小国不能印 因为我们不是国际投用货币 我们只要随便印 那个通膨就会跟星巴威一样 但是这种全世界的蠢蠢欲动通膨 会不会以后全世界都跟星巴威一样 就是大家都不相信钞票了 其实我你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很多年前 大概第一次 我们记得第一次的QE出现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某一个银行的高层 我们在有一个聚会之下 我们在用餐 我再问他 我说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都在印钞票 那以后再留子孙怎么办 我问他这样讲 他说他跟我悠悠的回答我一句 他说祖先都过不了了 我哪能关到你 以后你子孙如何过 我先先过了再讲 其实后面他还是有一些对策 他会慢慢收回来 对 但是就是说 现在主要是大家不印过不了 对过不了 那以后到底是会看到什么样 任何的做措施 一定会有那种反击力出现 一定会 但请大家要有准备 今天介绍的是 淘宛老师的2021开财运赚大钱 那淘宛老师已经在这个 这个财经杂志上 写了39年的专栏了 可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 抽到这个资金行情叫雷水姐 然后抽到这个建好就收叫做风火家人 还有游历可图雷天大壮 我是一个很爱问原因的人 也就是那这是你抽的呀 那别的老师搞不好 你现在抽的牌都不错 别的老师搞不好 换到别人就抽的不好 那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归纳研究说 那这样怎么解释 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保持 我是用研究的心情在疫情里 而且我是不信邪的心情 那因为我有一个协会 那我协会里面大概有一百多个学生 那一百多个学生 我们成就做专案 因为我也是学专案管理的 那我就说我来做一个专案 比如说我们最夯那段时候 就不是韩国瑜怎样子吗 又会不会被罢免成功 对不对 那我们就开始做专案 你看一百多人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交 而且每个人抽到的牌都不一样 那怎么样 然后没关系 我们都不一样的时候 每个人抽完不要管别的 你先写出来你的观点 写观点之后 然后我们再做总 所谓大数据的一个总的归纳 但是每个人的观点 都不是出自于他政治的主观 而是出自于他抽牌 对对一经的研究 不要政治 其实如果就政治的话 我们也看得出来 后来我们就是以研究为主 结果发现一出来之后 全部一面倒 都认为他会被罢免 都认为会这样子 可是挂像不一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里面所谓的 因为挂像只有一个挂名 比如说三天大序挂 但是他最后的变挂是什么 然后接下去 每个人不挂的时间点又不一样 因为时间的因素 空间跟时间因素 再参进来的时候 其实最后的导向 还是导向同一个目标 所以这就是一经很妙的地方 我以前在这个前几年前 我在那个读书的时候 一个老师叫王冬月 他是中国现在非常著名的哲学家 就解释 因为像我们这种脑袋 是很难接受玄虚的理论 我什么都要找理由 他就说你想想看 如果有两个强盗窝 一个补挂 每天在问说我到底东西南北 或今天要不要出没 有一个是傻乎乎的 每天都下去抢钱 请问哪一个抢大王会活很久 答案是补挂的 为什么 因为你会让你的补挂 会让官兵也猜不到 或行人猜不到你现在要去哪里行抢 可是如果你傻乎乎的 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的话 你很快就行人也不往你这边走了 然后官兵也会来抓你了 所以也就是说他用这个理由告诉你说 其实补挂就是叫你要弹性应变 而且我们的奇门顿甲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吗 像我自己出门 我每天出门的方位是不一样的 我的妈呀还要这样走 对呀对呀 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说因为我认为说 我们奇门顿甲认为最简单的 就是我有一个研究 就是五分钟开运法 每天早上的五分钟就够了 好来赶快教我们 你每天早上你找对了方位 那五分钟你在五分钟里面 想一想今天要做的事情 对今天最重要事情怎么去规划 方位不一样 每天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每天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 其实就是改变你的 你看我什么都要找逻辑来讲 就是改变你的脑袋的思考图形 也许你会被另外一个灵感 或者是一个方法打到 对不对 你这个做法跟我们基督徒 晚上我都在祷告说 希望你让我明天的什么什么什么工作顺利 其实是一致的 你把它放心上 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改变 其实有很多年前 有一个基督徒的工程师来找 他老师我一定要找你补负 我说你基督徒 他说不行 上帝已经不理我了 为什么 我说好 那我想请问一件事 你多久没跟上帝聊天 他说什么叫聊天 我说祷告 他说大概三年 我说好 我们先不补贯 你从今天回去开始一个礼拜 每天早晚跟上帝祷告一次 告诉他你要做什么事情 一个礼拜有人再来找我 结果一个礼拜来找我 老师我不用扑夸 我说为什么 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方法是什么 我已经解决了 其实有时候是你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对对对 你想得没有 其实他在自我对话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你说你每天 我觉得你只是让每天生活很有趣 每天早上换个方位来出门 对对的 其实我每天跟我太太去买菜是一样 我们首先走 今天我们要不行 我们今天要往西北方走 因为东北方是死门 我们往西北方走 结果我们就往西北方走 会发现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风景 不一样的环境 我们又多了新的话题可以聊天 走了一半说 今天不行 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应该不是买菜的时候 我们到哪里 我们到这个保护公司去 我们到那个量饭店去走一走 这个又不一样 所以其实每天的 我讲说幸福很简单 这样每天都 换个招式来 对对 哎呀早知道每天 这就是风格 以后跟我们家老公要这个捕挂一下 换个方法出门 就不会这样子 大家大眼邓小眼 我是每天的情分顿角盘在我的那个 未来学达人陶文的领域都有 每天都有 是是 每天都有 你的在FB吗 FB对 陶文未来学 未来学达人陶文 所以各位你如果你懒得不挂 你也可以去这个陶文老师的FB来看看 对对对 每天要从哪里出门 对对对 你才不会有一天叫我们不出门吗 这样很困扰 不会啊 你如果早上出门跟下午出门不一样 很完全不一样 好 就anyway就换个方位 总不会出出都死门吧 对对对 像我们过年初第一次出行叫做出亚春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好那今年什么时候适合走春呢 今年适合亚春就在初一啊 初一每天亚春都在初一啊 大年初一啊 就是初一就要出去走走 早上一定要出去走走 因为你要接到急气 接到好的气 这才是一个 你开启一年的好运势啊 好心情才重点 比如说你不亚春对不对 你在家里要不要 所以以前我们老祖先讲过年不要骂人 不要生气 对不对 不要吃药类似这样 但是 真的不行我们一定要吃解药 才能不生气 等一下我看到你梳理一个重点 美元欧元人民币台币 对不对 好你的答案 我先把桃文老师答案 因为时间有限告诉大家 美元是说这个升值气势不佳 我个人从理性上也是这么认为 因为没办法 你印那么多要怎么办 欧元呢市场不安反弹需要更多条件 但是欧元最近不差 我必须说 因为只要美元如果其他就会不差 那人民币你是觉得人民币会升值吗 对不对 其实人民币就是针对的就是美金嘛 跟它是一个反向动作 那台币呢 台币呢是跟就是台币现在也很难讲了 所以我们好像跟美金挂钩 可是我们的升值力道有一点大 央行都在怕 那你书上面写的是充满变数 你认为2021的升值力道已经不明显咯 对对 你是呼应央行吧 不過這可能是一金的另外一個解讀 因為一金解讀不會解讀短線 它會解讀整個年度一個長線 也反映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一種狀況 其實你說台幣對美金在二字頭應該是常態 但是我是覺得說實在是已經很看清楚 就是說你說升破28的機率並不大 現在是有超出一點點 超出又再回來 可以看出央行的容忍值已經在這裡了 對的確 但是我寫這本開運賺大錢這本書是9月20號就結稿了 在去年9月20號 所以我占卜的時間當然會比這個更早 也許在9月初8月底那個時候就占卜了 那你還有沒有從我們的財運上要提醒大家的一點呢 這本書是時報出版的開財運賺大錢2021年 我要提醒的是大家在這一年當中要學得要走出來 要學習要行動 而不是被太歲的氣給包覆住的 因為新醜年不是一個好年 因為不是一個好年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土會生這個金 這金被土給埋住了 新醜年好像每次都有很大的變革 我們在歷史上念過很多新醜年對不對 是啊 所以但是這個變革是要去做的 該做的變革在這一年 對個人來講也是這樣子 對家庭來講對國家來講都是這樣子 其實時代不停的在改變了 那你自己不管怎樣你也要按你 一定要變化 不要一直在固著在原地 你看今年傳統產業死的有多慘 如果之前沒有先應變的到2020其實根本來不及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在作者的話裡頭講一句話很值得大家參考 就你不選擇改變你就會被選擇改變